MAKE THE GROUND SHAKE 哈囉大家好我是江江 又到了我們的開箱時間囉 這一次是IEI的擷取盒 沒錯 輸出解析度最高 1920x1080 60p 支援USB 3.0 實況低延遲 因為隨盒附上的只有英文版說明書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IEI官網搜尋 產品名稱 然後下載電子版的中文說明書 這邊有稍微介紹一下怎麼樣安裝 還有Q&A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小型的擷取盒 哇跟我手掌一樣大 這個擷取盒 是鋁殼設計 散熱一定很棒囉 這個呢USB 3.0的傳輸線 我們馬上來實測看看 我先把擷取盒的USB 3.0接上電腦 然後HDMI的搭配 iPhone的轉接器 接到我的iPhone OK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PS選擇這個視訊擷取裝置 好的我們現在是測試一下這個手機接這個 擷取盒 那 目前看起來是挺順的 延遲雖然還是有一點 但不影響 OK然後 我先測試一下他的遊玩畫面好了 這個直接開始 我先打個電腦 這樣子我就可以實況跟錄製我的 iOS 手機遊戲了 畫面超順 不卡頓 幾乎同步 我們應該會不會先進去 沒有 我們應該可以封鎖 我們應該進去 如果能量的 我們應該進去 這個 有 我們應該進去 現在 我們應該進去 等於 比較多 我們應該進去 接著我們來實測一下PS4 同步效果真不錯 而且可以錄製跟實況 1920x1080 60p 對了如果有搭配 QNET NAS的直播平台 它裡面有DJ2 Live 可以同時直播在不同平台 哇 所以如果我有那台NAS的話 我可以直播在很多地方 包括斗魚啊包括在 那個優酷啊 YouTubeTwitch 還有Facebook 而且聽說它最多可以達到16個平台 16個平台 哇一般人 應該三個就夠忙的了 以往在直播PS4用 內建的720P直播 畫質真的不夠好 我本身是用i7的電腦 而且用電腦本身錄製影片 超級耗損CPU資源的 就你可能玩個 全螢幕的遊戲 然後再錄個全螢幕的遊戲的畫面的時候 整個超卡 CPU的資源完全被吃掉了 好在馬上換了一台結局盒 提高錄影的 品質跟效率 真是太開心了 一点比較適合 跟機器的 封面 解錄影 這位是 中間的 在 上 ивать Annika KI 别再穿 准备 BEE PRI 置信 喜欢的朋友下方有购买资讯 那我们下次再见